我們來討論這個比跟比值 現在就是說我們第一個看比 如果AB是兩個數 兩個時數 而且B不等於0 那麼A跟B的比就繼承ABB 好那什麼叫比值呢 就是說在ABB當中 A除以B我們稱為ABB的比值 有時候在運算的時候 你可以把比的話看成是比值 在運算的時候 然後寫成比值以後的話 又可以換成比 那寫成比值有個好處就是說 這個比值相當於是除 就ABB的話相當於是A除B 如果你把比看成比值的話 那這樣運算會很方便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他說95公克的水中 95公克的水中 加入食鹽5公克 這是水 加這個5克的 這個食鹽 加5克的食鹽 那麼他說 食鹽水容易中 這個就是食鹽水容易嘛 食鹽水的比為何啦 食鹽水的比為何啦 就食鹽水的比為何啦 食鹽水的比為何啦 食鹽水的比為何 就是5比什麼呢 95 那你如果把讓給寫成比值以後 你就可以約分嘛 事實上這個可以約分 你把它寫成比值的話 就是5比95 就是5比95 可以約分 5比15 5比15 5比9比45 或者在這裡也可以約分嘛 5比5 5比5 5比9比45 就1比19 1比19 好 那麼他說啦 那麼食鹽 食鹽的重量 所佔的比率為多少 所佔的比率 就是說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這個食鹽 佔什麼呢 佔這個全部的水容易 全部水容易就95 加上 這個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就是說食鹽 與全部 食鹽水的比值 這是五分之一百 這一百分之五啦 所謂5比5 五二得死 所以這二十分之一啦 第二個的話 你是二十分之一 第一個他是問你 這個食鹽跟水的比 第二個的話 他是問你說 食鹽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全部的二十分之一 第一小題是 1比19 第二小題是 二十分之一 一半的小題是 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